就放那就行了 把口水擦一下就行了 哎呀 你怎么这么点儿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我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在Costco买过的一些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有用的东西 然后也有吃的东西 妈妈 安安 那如果看过House Tour的朋友 可能知道就是我们家里头 玻璃跟镜子特别特别多 楼梯什么的全都是玻璃 擦玻璃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特别有挑战的事 所以说这个东西 特别好用 擦车的 就会把车擦的特别的亮 浙江省宁波市 应该是铺口过来的 它这一包 其实我已经用了几个了 它里面一共是36条 然后我抽出来一条给大家看 一条是一个正方形的 把这个上面弄湿了一点点头 擦这些个金属的东西 然后擦这些个什么 微波炉 咖啡机 然后它是那种 完全不留痕的是吧 不留水痕的 如果说是小孩吃的东西 然后手上有油 然后按了那个玻璃的话 可以擦点 喷点玻璃水 那个玻璃水 就一元电脉的那种 就可以 然后用擦擦 就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那当然了你也可以用它来擦车 你刚打开的时候 它会掉个一两滴的屑 以外呢 还有就是它这个颜色比较丑 没得选 以外呢 其他都很完美 我觉得如果你家里要是 镜子多呀 玻璃多呀 电脑屏幕啊 擦手机屏幕 眼镜啊什么的 或者说是电视啊 都可以用 就不干了 来 跳跳跳 这个是一个我特别特别推荐的 就是这种擦玻璃的布 是吧 下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东西是 这个是一个洗菜烘干机 我就会把那个菜扔进去 然后放点水 然后用手让人让人洗 捞起来 这个水倒掉 用这个 再压 按压 它就是一个甩干的功能 然后甩完了之后 然后我再把它 把菜拿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水 倒掉 浇花 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个是用了很久很久 特别推荐 说到拌沙拉呢 这种生菜 打开之后再给它关上 然后它就还可以继续保鲜 它不是有露眼的那种 所以说它就是还保鲜 还是挺久的 有的时候干吃这个菜就像吃草一样 所以说必须它要放点什么酱什么的 你已经不是小时候的那个你了 小时候那个你 你就在妈怀里就睡觉就可以了 对吧 一动不动的 现在你有要求 要求特别多 这个是olive boy 橄榄油 凉拌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醋 我拌沙拉 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两个 然后我会放好多好多的橄榄油 因为它到处来说 质地是黄色的 啊 闻起来好香啊 就是那种 因为我在意大利也待过 在意大利有很多个很高级的餐厅 然后serve的全都是橄榄油的 很香的那种面包啊 然后沙拉什么的 这个跟那个味就差不多 就很浓的橄榄味 再放个一个人的量啊 五六滴的这个醋 然后酸加甜 然后还有很有那种 意大利的那种感觉 我是一直就是 早上下来给他们做早饭 都是这个沙拉 就两拌这个 我这个瓶买了多久了 反正买了很久了 然后才喝到这 但这个已经好几瓶都喝完了 喜欢那种意大利的那种 沙拉的味道的话 可以去买这两个试一下 下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家自己是有咖啡机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喝咖啡 Coffee Cream 就我一直都喝他们家的这个 我每次都不在我们家附近老外潮 是买这种 Half Half Cream 我都要等到去Costco来买它 是因为这个的Trans Fat 是零 这个是没有反噬脂肪的 所以我就是一直都是买好多他们家的这个Half Half 不是说Double Double嘛 加拿大人喝咖啡就是两个糖和两个cream嘛 我是不要糖 有的时候你试着去加三个cream 就会很好喝 就很香浓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是特别喜欢这么喝的 下一个呢 就是大家看 The Keg 就是牛排的这个粉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 The Keg这个牛排店 反正是在多伦多是挺多的 然后他们家牛排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The Keg就是做牛排的时候 它就用的这个酱料 然后他们现在也可以在外面卖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牛排 或者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口味的话 或者说你没吃过他们家口味 你可以试一下 牛肉生着的时候呢 你就撒上一点点 然后让它腌着 然后腌完了之后 反正我们家就是放在铁板上面装做 然后再撒一点点 如果放多了就会咸 然后放少了就没味儿 我们家是很爱吃牛排的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这个煤的特别快 我又找到一个小瓶已经空了 你看这个和这个的量 这个小瓶好像是在沃尔玛买的 四五块吧 但是这么一大瓶在costco 一模一样的东西才799 CRAV的这一套 护肤乳 一个大瓶可以在家用 在家一个57克的 你可以带上飞机用什么的 然后放在包里擦手什么 都挺方便的 然后一共才19块9毛9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Shopper's那种药店 单买一个的话 好像就超过19块9毛9了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deal 擦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负担感 我以前擦护手霜嘛 我就擦完之后 我这两个手就举着 因为它特别特别黏 而且摸哪哪都有印 这个就好像就是正常 然后它一会儿它就吸收了 一点都不会说特别特别黏 就让你会觉得不舒服什么的 我觉得我挺推荐的 然后下一个也是 在我之前介绍的评价商品中 就是美妆里面 我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睫毛膏 是我用过睫毛膏里面最好的 然后它的质地 不输那些大牌 甚至说比大牌还要好用 擦第一次就特别特别上色 而且也不会晕染 它三个是一组 是25块9毛9 我现在说都是加币 药妆店啊什么的 去买奥莱雅的一根12块加币 而这个确实是一个bundle 是给你便宜了很多 下一个呢 它就是这个Kirkland 他们自己的一个承认的一个纸尿布 我用的话是小号跟中号的 我在生二胎之前 我是没有用过承认止尿布的 就是我每个月的时候 我会用卫生巾 中间这一块就像卫生巾一样 就是特别特别大 特别宽特别厚 然后前后左右就是包肚子这一块 有弹性 弹性特别大的 我就是对比了很多家 我觉得他们家卖的是最便宜的 生完孩子之后 就每个月晚上睡觉的时候用 就保留没问题 就特别特别的自由自在 就不会像以前像担心什么的 还有下一个就是Costco 它有的时候书那一栏里面 它会卖那种特殊 我儿子他是上小学三年级 所以说他会经常要求读一些个读物 那当然了他不要求我 其实也是挺想让他读的 Costco就会卖很多小学生 特别喜欢这种课外读物 Diary of wimpy kid 这个一套我都已经给他买全了 是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在用笔记本 然后画画写字 黑色幽默那种 没有什么营养了 但是他可以激发他喜欢阅读的那种习惯 也挺好的 夹比是18块一本 12本的话就上百了 对吧 他Costco就好像5本6本吧 他才收你一半的钱 就是我每次我就先冲到书那儿去 我就看有没有什么畅销书 但是他这个没得特别快 再补货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们去外面吃饭啊什么的 他都不怎么看手机 他就要带两本这个 一个是The Diary of wimpy kid 一个是Dogman 我们吃饭聊天 他就在那看书 这种书就是要去淘的 这种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science 或者是Math 就是小孩特别喜欢读的这种格式 17块美金 但是他加币才卖11块4毛9 生日礼物啊什么的 你买什么买玩具 我都觉得都没有送本书好 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观念 可以改变他的一些个认知 除此之外呢 Costco还卖一个我特别喜欢 但是我儿子非常痛恨的东西 就是Canadian curriculum 一个三年级小孩 该掌握的一些个数学啊 logic的一个东西 也是彩色的 然后字很大 然后特别容易理解 Grade 3我买的是三年级的 我儿子现在就是三年级 暑假的时候也没有暑假作业 暑假的时候 我让他就一天做一篇 要求也太低了 对吧 想当初我们八岁的时候 那一篇一篇的写韩语评 幼儿园小班到九年级都有 那当然都是跟着你textbook走的 学校学什么 他这里面有什么 他不会有什么过多东西 并不是说奥数啊 超过他的知识范围的 巩固一下 他学的知识不要忘了就行 还有这个芦荟 这个我已经讲了无数遍了 一种是原味的 一种是带香味的 我以前是推荐大家是带香味的 是因为我是喜欢东西比较香 而且它是有种像玉美镜一样 淡淡的有奶奶的味道 我晕下来之后 我还是推荐这个没有味道的 好像更好一点 吸收的更快 我一直觉得它是拉米尔的平替 脸的状态不太好的话 我就会拿它当面膜服 宝宝一层是不够的 就特别厚的涂在脸上 这个时候我的脸就会生疼生疼的 它里面可能是有消炎啊什么的 反正有一点点刺激吧 我老公的脸是有一点点敏感的 市面上什么都用不了 他只用这个 所以我们家就是没有停过 但是至于说他只湿疹啊 疑难杂症啊皮肤病啊 我觉得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镇定我的皮肤 它在化妆的话 它不会搓泥啊什么的 它还是很服帖 非常非常好 还有呢就是这个洗鼻器 这个洗鼻器是哪里都卖的 但是我比较推荐Costco 是因为Costco最便宜 怎么用我就不用说了哈 你这个你用 你把水灌到鼻子里的时候 你肯定是不能呼吸的 要不就跑废里了 对吧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 19年在疫情之前 我得过一次特别特别重大的感冒 是连发烧加感冒 我甚至那个时候 我都觉得我得过一次新冠了 当时我就是很痛苦 晚上鼻子鼻塞到 睁着眼睛就流泪 整个头都是在咚咚跳的那种 又头疼又头晕 呼吸不了 买了这个洗鼻器 我用完了之后 我还是鼻子不同气 但是我洗出来了很多东西 那个鼻子里平时醒鼻涕 醒不出来的东西 它都能给你冲出来 你就这么挤 然后它就自动就流出来 然后你就看到 你不用冲走 你这么看到 你就觉得很震惊 但是你用了这个洗鼻器 很不用这个洗鼻器 感冒和发烧都是一个星期就好 它不会是加速让你好 为了感冒做准备啊 抽烟啊 或者说是慢性鼻炎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一定要用这个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穿这个衣服吧 这个是我在farfetch上买的 是那个牌子的 Frankey Shop 纽约只有一家店 巴黎还有一家店 所以就买他们家 东西挺麻烦的 一定很网购 farfetch上找的这件衣服是 挺oversize的 然后它的剪裁 就是也是这后面有个特别大的气 然后后面就比较长 就基本上就是你看 我就特别喜欢它这个形状 farfetch上最近有一个promotion 就是新的用户呢 可以打9折 然后我把这个折扣码 我会放在这儿 然后也放在底下 一直到11月的1号 下载他们家的APP的话呢 它有一个9折 一直到10月28号结束 然后我会把这个9折的码呢 放在这儿 然后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折扣码呢 就是一个人只能用一次 你再下单 然后这个码就用不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呢 就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看那儿 那为你来个特写吧 这些人 一直在看 我都在看 我都在看 变成了 这些人 他们的天罗 我都在看 这个人 是什么 那 我都在看 这些人 那 我都在看 感谢观看